好在美国这边虽然川普即将上任 但是现在随着APAC峰会 各方领袖会谈 尤其是拜登卸任之前 最后的拜席会一次登场 当中究竟谈论了什么内容 也牵动着美中台的三方关系了 好我们首先看到这个消息传回来 好像非常的开心 想急着要跟全台湾的民众来宣布 这是由赖清德派出的APAC领袖代表 也就是这个林信义 他说跟美国总统拜登 有不少的互动 他说甚至邀拜登有机会来台湾 拜登的回应非常的亲切热烈 说I will 我会的 好立刻赶快来做个大内宣 跟大家报告这个好消息 显见美国对我方的重视 甚至美国不知道应该是卸任之后 卸任的美国总统踏上台湾 有可能吗 有这个机会吗 但是立刻被泼了冷水吐槽 前共和党亚太区主席国际政治观察家 也就是著名的方恩格 他说你邀拜登来台湾 这是一个如等何等糟糕的想法 你怎么会做出这种邀请呢 你得罪的是川普政府啊 并且拜登所谓的I will 并不是正式答应 那只是客气话好吗 好再来看到这个立将军也说 全世界这么大台湾在拜登的心目中 分量会有多重呢 而且以拜登的年纪体能脑力 有更多地方值得拜登去优先访试的 包含了欧洲的一些国家 甚至是中东地区 都可能更需要拜登亲自去一趟 台湾对他来说不太可能会来吧 甚至呢立将军认为拜登最想去的地方 反而可能是中国大陆 可能帮自己来做一个历史定位 虽然要卸任了 但是如果能够出访中国大陆的话 那前川普国安顾问波顿 也提到了一个很严重的警讯 他其实好几次接受外媒的专访 都会被问到很敏感的台海议题 那台湾经常被问到的问题就是 大家都知道川普是个商人 什么都可以把他价格化的交易出去 那会不会台湾也被套上一个价格 卖给中国大陆呢 没想到波顿的回答是这样 他说川普看到一笔让他 看似金鸣百事流芳的交易 那他是真的会做出这种事情的 他认为川普什么都会卖 什么都能卖 所以来看到这一头呢 拜习会到底谈了什么 现在各界关注 那大陆的央视 他们其实是有报道说 习近平在和拜登的会谈当中 亲自的提到了台湾这两个字 就是要求美国恪守一中原则 谨慎的处理台湾问题 但是消息立刻被赖政府撇清 甚至国安局长蔡明彦说 这又是一个对我方的认知作战 比对美国白宫新闻稿 还有中共领导人习近平 过去这类场合谈话 比较少会直接点名到台湾领导人 不能排除这是不是又是 中共外交部或官媒刻意操作 甚至扯到了新加坡 他说相同情况也发生在日前 习近平和新加坡的黄巡才会谈 还原过程可能都是大陆媒体 一贯的宣传操作模式 新加坡这边怎么回事 11月16号 中国大陆的新华社 也是一个官方的媒体 新华社报道说 新加坡完全理解中国政府 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反对台独恪守一中原则 大陆人家这样报道 我方的外交部又跳出来发声明说 经过查证 新加坡政府并没有表达此等言论 但尴尬的是 新加坡的外交部 的确17号有在官网上指出 新加坡明确和一贯的 一个中国政策反对台湾独立 中华战略张静就说了 我方外交部如果事先看到 这个新加坡的外交部网站 有讲这些话 那还会发出那份 一笑大方完全鬼扯的新闻稿吗 好 显然是认为 我方外交部到了总统府 都没有掌握到态势 还在这样此地五银三百两的感觉 继续来请教维远哥 首先我们先讲回川普 过去和川普算是他的智囊团的波顿 大白话讲出来了 他说川普的商人性格什么都能卖 台湾被套上一个价格卖给中国大陆 有可能吗 他说是有这个可能 与川普的个性 那另外再讲到这次的拜席会 有没有提到 有没有点名到赖清德 我方政府很急 立刻说没有这回事 甚至又靠上了这个认知作战的帽子 但是由这个新加坡的乌龙事件 好像也闹出了一些笑话 急着撇清 结果没有搞清楚态势 难言两岸严峻 你又怎么看这次的民进党 如何应对川普即将上任 还有这次拜席会的一些内容 是不是民进党有些乱了阵脚啊 显然有点无法掌控之中呢 其实我记得过去这个APEC 其实都是中华民国 我们国人非常关注一个国际场合 因为这个等于是中华民国代表 可以有机会跟 世界上主要国家的领袖 总统见面这样子 所以其实过去都经常会操作一个新闻 就是说我们跟美国总统之间 有没有打招呼 有没有互动等等 那这一次当然我觉得APEC 他重要性可能没有以前来的这么重要了 那以及现在拜登毕竟他是一个 即将卸任的美国总统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当时APEC 他在最后合照的时候 拜登基本上已经远离C位了 而且被排到第二排的角落去了 那所以国际的政治的现实是很现实的 那但是以这一次 这个林信义跟这个拜登的护照 如果他说他跟拜登讲了两三次 然后的对话 那的确互动是非常非常好的 这老实话是这样子 那当然他邀请他来台湾 那拜登回到I will 那就跟我们一般这个 你们可能我们可能一群朋友出去吃饭 出去逛街之后 然后结束之后 然后你就跟你朋友说 那下次有空到我家玩啊 然后你觉得你的朋友会跟你讲说 不要你家烂透了 我去你家干嘛 一定说好啊好啊下次再约 好下次有机会我会去 拜登大概这样子的客气话 大概是很明确的啊 所以我不清楚这样子一个 啊不用好回到台湾内部 那为什么有很多人要去操作这个事情 要觉得很开心啊 那我的想法其实是这样子啊 固然一个卸任的美国总统 他如果真的出榜台湾的话 对台湾也会有一定的 对中华民国来说 也会有一定的指标性的意义啊 那为什么这些美国 号称有台的美国人们 真正你该有权力的时候 你有行政权的时候 你在位置的时候 你可以做更多有台 然后友好中华民国的措施 那你都不做 一定要现任的时候才来做 你要来拜访 你要来参访的话 为什么不在你任内的时候去做 所以不管是拜登 总统任内的时候 不来台湾 不来中华民国 那之前我们看到这个 之前应该川普时代的国务卿 号称最有台的黄佩奥 那也是一样啊 在当国务卿不国务卿的时候 不来中华民国 不来台湾 然后这个 这个卸任之后才来 然后讲了一堆有台的言论 那最后呢 能干嘛 讲这些言论 最后能为台湾带来实质的效益吗 或许很多人说 有啊有啊 增加了国际能见度 国际能见度固然重要 但对台湾这实质的帮助 不就是他们在位的时候吗 所以你现在去操作这些事情 我觉得很无聊啊 每次都去讨论说 这个美国有不友台 有不友善 然后现在美国人都会 全力支持台湾 那问题是 的确回到方安格说到 第一个你邀请拜登来 对川普的政府是极其的不尊重的 两个就是一个不同政党 然后刚厮杀完的一个 彼此对立的一个政治明星 也是前后任总统啊 那另外就是台湾人对于美国的 友善的言论 也是非常非常盲目的啊 举例来说现在美国总统川普 大家难道忘记他对台湾的过去的一些形容吗 包含他在这个我们奥运的时候 指责台湾的一位选手啊 然后说指责他的这个性别争议 讲的也很难听啊 那讲的这么难听 请问当时的民进党政府 或是民进党朋友有跳出来 去回击川普吗 也没有嘛 所以当他们污辱或污蔑台湾的时候 污蔑台湾的国民的时候 其实民进党朋友也不敢听一句话嘛 所以现在回到川普到底对台湾 他的态度是什么 他当时他上一次当总统的时候 他曾经有说过 有做过一个比喻 他指着他美国白宫的这个 大家看电影都知道 他前面有个木头的一个桌子 很大一个 然后他指着这个桌子说 这个桌子就是中国 就是中国大陆 然后指着他旁边一直是笔的笔尖 有时候笔尖叫台湾 那这个寓意什么 寓意就是他认为台湾是非常不重要的 一个事情 台湾是可以抛弃 这是过去川普曾经整过对台的一个言论 那同时大家去看一家新闻 他也会发现 美国的政治圈其实有弥漫的 其中有弥漫一部分的一个 氛围跟态度 就是说他们认为 台湾是这个大便车仔 什么叫大便车仔 就是他们认为说 台湾以为是美国防御体系的一环 然后美国不敢丢掉台湾 所以今天不花钱给他们买这个国防军事武器 然后不缴保护费 那美国也一样会保护台湾 川普也有类似的言论 所以当然这样子言论 基本上第一个我认为 对台湾是对中华民国是非常不尊重的 然后再来是这样的言论 他们也反映了他们背后的这个背后逻辑 就是对台湾来说 他们就认为说 台湾是一个贪得无厌的一个国家 一个地方 然后完全的这个对于美国不愿意付出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川普在选举到现在 目前为止选上之后 还在讲所谓的保护费的事情 那你以为保护费对台湾来说是一个威胁 也是一个不尊重 大家不应该理他 哎没有 我们民进党政府还真的理他了 现在要去调升所谓的军事国防预算 说过去的这个不到3%太低了 国外有3% 国外5%甚至10%都不为过 所以这个要保家卫国 这个反中的前提 是要应该增加国防预算 不断增加 其实只会内耗台湾的财政而已 那要不要这样去迎合美国的这个 这个国际战略的布局呢 我觉得其实台湾人民 还是要好好去思考 好 谢谢今天委员哥 针对各种面向 都带我们进行到深度的解析 谢谢委员哥 谢谢 拜拜 谢谢 拜拜 姐妹们总烦恼脸上戏文 干燥与暗沉 现在起 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西肤弹性水嫩 轻松腹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国附路 全效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 动靈密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身的散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